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脑袋的四星魔说的 我的工作有说你要剥皮吗 另一个说 两个简单的道谢就够了 或者夹心 多麻木和四星魔正在争论的时候 蜘蛛侠告诉死士 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赶快把我们弄出去 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 死士展现给蜘蛛侠看他们是如何被传送的 一个小神怒是他妻子侠可拉送的 只要你想好去哪里就捏他一下 蜘蛛侠解放了小神怒的警圈 然后他就离开 他想起还有会议 这时死士看着那个小神怒 你最好别 你这个小人 砰 蜘蛛侠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 最后死士找到他了 拜托 韦德 我说了不 而且我真的没心情 蜘蛛侠注意到他的手没了 你的手是我刚才干的吗 死士用他刚复原的小手指指了上空 那个水准祸你放走的 似乎升级了些 看来水准比之前更加巨大了 那两人赶紧逃跑先 水准要求1亿美金 不然今天他会用他自己的污水淹没这城市 蜘蛛侠问死士 要燃烧弹吗 当然 你的治愈因子也好多吗 棒击了我的治愈因子 这个火基本长回来了 等等 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来了 蜘蛛侠任死士进入水准的体内 然后拔出了燃烧弹的安全沟 然后死士和水准一起自爆了 蜘蛛侠在清醒了自服 然后告诉上半层的死士 不要再找他麻烦了 死士告诉他 他尝试改变 蜘蛛侠离开了他 他在想恨他就好 恨他容易就那么简单 过了一段时间 死士要做震惊的生意了 他打开了手机软件 担出了手续上了 宇宙说话呢 我必须把Peter Parker大谢把快 希望蜘蛛侠在我卡扎大套版的时候 还能和我做朋友 第二天 蜘蛛侠接通了麦二师莫朗雷斯的年轻的蜘蛛侠 嘿蜘蛛侠 我刚想咱们有多么棒呢 你刚才说了死士在联华抢前吗 蜘蛛侠赶紧一找麦二师 然后发现 死士实际上只是提供免费拥抱 他使用蜘蛛侠黏住死士的屁股 然后拉到他身边 我很忙死士 你想要什么 死士告诉他 他只想知道 他的老板 Peter Parker是邪恶天才 还是邪恶反派 蜘蛛侠麦二师不耐烦的 两人合作 以前打了死士的脸 突然绿母军团袭击他们 死士捶着了 他在想这些绿母军团都不恐怖 为什么那么多人害怕 在蜘蛛侠麦二师大战绿母军团的时候 死士开始驾驶史卡丁城冲上了建筑 他做了蜘蛛侠 麦二师告诉他 放开他 绿母到处都是啊 死士开箱设计他们蜘蛛式装置 这些装置都是在帕克企业制作的 他们三个开始垂下去了 蜘蛛侠这时才发现 看起来的绿母都是换起来的 有人黑进了他的装置 死士说这都是彼得帕克做的 这时 史卡丁城飞夜空中做住了他们 蜘蛛侠告诉他 绝对不是彼得帕克做的 死士说无所谓了 也能锁定信号在哪里发出来吗 在帕克企业里 原来是神秘法师黑金的 死士破墙进入了大厦里冲倒了他 蜘蛛侠赶紧去关闭通讯信号 然后他叫死士去看神秘法师怎么了 半关闭了信号 蜘蛛侠转头看见了 死士在和他做人工呼吸 蜘蛛侠对他说 韦德也救了神秘法师的命 有时间打给我吧 蜘蛛侠离开了他就到处搜查 现在安静系统关闭 有几分钟时间归探不能见光的秘密 他打开了这里扇门 他看到才发现 帕克是个邪恶的反派 帕克企业正在进行人体实验 死士开始砍了那些科学家 抱歉 通常在砍人前都会开更多的玩笑 我等一下回赌商 先打个电话先 对方接通了 没想到你会联络我 死士说我会买了帕克 这会是我的荣幸 祝你愉快 如果你还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 就按赞分享出去的 和订阅我 感谢你们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